人情,我們不是畫了三張嗎? 你挑一張,等一下來上顏色 三張,選一張上顏色 講解一下 今天就是上人體的上色 重點就是第一個要有光線 你光線可以從左邊來 你可以從左邊來 也可以從右邊來 然後這個是背光 你不要畫背光,背光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從一個光線一個單位來就好 你可以從左邊然後右邊來 然後這是高反差 我們今天不要畫高反差 我們今天畫漸層 漸層的話就要有三個色階 白的地方可以留白 但是你畫的設計要有三個漸層顏色 不要畫衣服喔,就畫人的複色 畫一張就好,練習上色 然後上色的話可以 這個就看一下 主要是這個啦 但是它上的也不夠漂亮 我們至少要三個漸層 它這個才兩個 還不夠好看 要三個 然後它的光線 當然我們可以參考它的光線 有沒有看到它的光線 加上光線從左邊來 你看它這邊就會留白 好,這個就上得很漂亮 好,我們要的就是這一種上色法 好,它光線這個也是從左邊來 然後第一層 第一層先上這個淺色 有淺到深 第二層呢,上中間調 包含臉也上 包含臉也上 然後你那個五官就給它畫一下 好 然後頭髮你們也一起上一下 好,今天就上膚色跟頭髮 衣服先不要畫 好,第三層呢 就最深的那個顏色 好,比如說最深是什麼 比如說這個陰影 好,交接觸 好,後面這隻手都是最深的 就你畫說要那個前後跟空間感 好,這樣講解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我就來示範了 就是三,你三張人選一張 把他上顏色 好,就用色鉗筆 用色鉗筆 好,先挑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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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要上顏色 好,至少三個顏色 好,上膚色三個顏色 好,上膚色三個顏色 然後你頭髮再自己看要什麼顏色 好,我就以這三個為我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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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至少三個為我的顏色 好,至少三個顏色 淺的,中的,深的 好,我今天光線也從左邊來 好,從左邊來 好,所以我最亮的會在這裡 好,我就先上第一層顏色 好,光線來的地方可以留白 好,然後不要畫衣服 好,我們就上色 好,慢慢畫 好,不要急 好,不要急 筆觸要很細緻 好,你不要筆觸很粗 筆觸很細緻 對 好,就像老師一樣慢慢畫 這是第一個顏色 建成,我們叫建成色 好,我在這什麼 好,沒有筆觸 可以嗎 好,快 好,不尷尬 好,快 好,快 像膝蓋的下面啊 手肘的下面或一下或是胸部的下面 都把它再加一層 脖子的下面 都稍微再加一層 五官就是鼻子的下面 嘴巴的下面 陰影還有眼睛的地方 加一層深的 好,有沒有,就這第一層 第一層畫完之後我們準備上第二層 第二層就拿你 我剛如果有挑三支筆 你就拿第二支深的顏色 準備上第二層 好,這第二支筆 好,現在上第二層 好,鼻子眼睛嘴巴的陰影啊 順便加一下 頭髮的陰影啊 頭髮的陰影啊 脖子下面 準備第二層出來啊 有看到第二層啊 有沒有畫 有沒有畫感覺很像骷顱頭 這正常的 代表我畫對了 如果你的人第二層上去不像骷顱頭 就代表說你畫錯了 好,通常 通常第二層畫 畫在人的臉上都會像骷顱頭 好,現在上第二層 好,現在上第二層 好,手的陰影也發壞一下 好,應該有在螢幕上看到很明顯的第二層 然後 還有立體 把立體感做出來 胸部下面也加陰影 好,光線從這邊來齁 所以你看我陰影都是在這邊齁 光線從我的左邊來齁 我的陰影都在右邊齁 好,肩胛骨齁 然後腋下 這樣一會兒 再看看 我們會不會有在螢幕上 我會不會有在螢幕上 你會不會有在螢幕上 那裡 這邊有在螢幕上 有在螢幕上 我會不會有在螢幕上 那裡 然後再看看 現在有很清楚看到我第二層就已經在做立體桿了 利用第二層把立體桿做出來 雖然第二層上次會比第一層花更多的時間 把立體桿做出來 好膝蓋好膝蓋的陰影跟小腿 如果你畫累了就休息一下 通常畫到這邊會開始有點手會開始痠了 如果畫到這邊手還沒痠代表你不夠用力 代表你的第二層不夠明顯 如果你像老師一樣畫得這麼賣力 手會開始痠了 這是正常 好有看到一個立體桿都出現了 喔 我畫手指的陰影啊 手指的陰影 最後才畫手指的陰影 好,那我第二層上完了 我現在要上第三層了 有看到 第二層上完,基本的立體感就出現了 現在上第三層,最深的那一層 比如說鼻子的陰影啊 下巴 好,重點是 第三層就是重點 然後下巴的陰影 有看到 它加深 腋下 第三層反而是範圍最小的 然後胸部下面 還有胸部的外輪廓 也稍微勾勒一下 第三層反而是最小的 但是它是最深的 腋下 關節處 還有關節處 還有陰影 加一下 好,人就會變得很立體 好 人就會變得很立體 第三層不要太多 第三層是重點 重點中的重點 好,邊畫邊把你的輪廓修一下 好,準備吸腿跟膝蓋 好,膝蓋我們看老師都是畫圓的 來吧,花圓的 好 這樣你的身體的上色就完成了 然後你要上頭髮 頭髮也是選三個顏色 我用冷色系來上頭髮 好,看到我選冷色系 上我的頭髮 也是三個漸層 三個漸層 淺的、中的、深的 好,上頭髮 好,髮型 就自己設計 設計髮型 你們應該有學美髮 有沒有 你們就自己設計髮型 好,畫頭髮也是這樣 要留光線 要有光線 耳朵稍微畫一下 耳朵 好 因為耳朵在裡面 所以就加 有個形狀就好 好,現在第一層畫完了 就是一個簡單的打底 然後現在還有瀏海 好,現在畫第二層了 第二層就是把那個髮絲畫出來 還有它那個厚重感 好 等一下第三層也是重點 第二層都是畫最多的 好 好 然後順便畫睫毛 睫毛可以畫上去 眉毛啦 眉毛可以畫上去 好,第二層畫完了 你看啊 帶一個重點 然後第三層最深的 如果你開始畫不上去 你就挑更深的 把它疊上去 好 加一點紫色 好 會更好看 然後再稍微修飾一下 好,頭髮就畫完了 好,頭髮就畫完了 好,這樣子有沒有問題 好 今天作業就是 你畫了三個人有沒有 其中一張 上眼 把它上顏色 好 上膚色還有頭髮 還有它的五官 也畫一下 沒有問題 好,沒有問題的話 就在我們的留言板上 打上你的那個什麼 好 打上你的學號跟姓名號 就是點名 好,在留言板上面 好 在留言板上 打完的人就可以下線了 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 今天作業就是這個 好,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 打完就可以下線了 好 然後 因為我還會 我要點名 最後還會再留一下 你打完 那個什麼 學號姓名 沒問題就先下線 好,今天畫完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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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